這段影片是香港群組的車主應該停在斑馬線 即是我們的螢光網 左手邊的車主拍到的 首先 什麼都不用說 在斑馬線這傢伙不停車 還去到這麼快 當然有責任 一定是不對 不用說了 百分之一百 我不明白為什麼還有什麼可以爭辯 但是 我也會說 那個小孩在法例上是完全沒有錯的 但是真的不夠聰明 為什麼呢 其實你看清楚這段影片 我不會再播了 他走出馬路的時候 看見就是拍片這位司機 帶車停下來 他就過了 而我們過馬路的時候 其實我們習慣要先看這邊 他就看少了一邊 但是那個人 這樣 老實說 去到這些位置 不是一定不會過的 一定是斑馬線 你看到 我看見斑馬線 我未必會慢車的 說真的 我也未必會慢車 因為我看到兩邊沒有人 只要有人站在一巴馬線旁邊 就算你判斷了他有沒有意圖 他沒有意圖走出來 其實你也應該要停的 當然啦 因為你要讓人的嘛 就算不停 你也要慢車的 因為他隨時會走出來的 最基本就是這樣 好了 這個人猛狼成城 見到那個小孩 看著那邊 都沒有想著走出來 照去 誰知道那個小孩就走出來了 而你因為沒有收到彈油 就得不到 撞到那個小孩 幸好 估計骨折的 那個小孩 但是沒有什麼嚴重的事情 好了 我就跟著這一個 上載這段片的 他客觀陳淑 因為他在看的 事情幫忙的 他說那個司機一句廣東話都不懂 加上是中港牌 我不知道他這個有沒有什麼引致別人離叛 就是什麼分隔兩個地方的人 不知道他有沒有犯 但是這個真的是客觀陳述 他沒有說這個人一句廣東話都不懂 相信對方 可不可以香港人 而一句廣東話都不懂呢 當然可以啦 但是我們的心 就已經有一個判斷了 但是我會不會因此而憎恨了 對方呢 會啦 我憎恨對方是因為他搞錯了 你想走巴馬線 你也不小心點 我話說是香港人不認大陸人 因為他的駕駛態度 駕駛態度 所以這樣的法例是非常之 我藉著這件事來講 是奇怪的 很難搞啊 喂 大陸有沒有人可以駕駛很小心 我相信一定有啦 香港人有沒有這樣的駕駛 就更加多了 你看楊明 你不肯止 你起碼 你說楊明過了玻璃珠 我認為玻璃珠是更嚴重的 為什麼呢 他在那條我們就熟了嘛 喂你馬斯徒敢了 他怎麼搞錯啊 你撞到人啊 撞到人啊 沒事啊 楊明真不抵啊 我想一下嘛 喂 但是呢 但是 法理適合都好 過馬路都真的要小心的 比如我和我兒子 年輕的時候說 比如我自己現在也是的 我過馬路 說開車也好 自己過馬路也好 我真的不會只看車這邊來 只看這裏的 我這邊也看了 即使那邊是沒有車會來的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中溫雞啊 所以你真的要小心的 這個不是責不責任的 對那年輕人來說 要保護自己 你當然要看清楚先 這樣就走出去 這次真是 真是把恨中之大恨 好了另外 上個星期我們說過了 那個東張西網 接到投訴有幾個女兒 十幾歲 十幾歲 至下幾歲 就被一個人 非 其中一個女事處 非禮員那個人坐完監出來 發生 不知什麼 做了KOL 想不收到是誰的節目 但是現在太多了 真的不知道 當然警方就立即做事了 今天他就被控提堂 被控兩項強姦 一項威蝕侵犯 以及一項威脅他人 作非法性行為罪 他有前科 許大莉莫 但是其實呢 老實說 我真的覺得挺可惜的 因為我看一看段案 他有三個案子 其實都是在自己家裏 或是在他的單位裏面 去做的 其實他就跟著你上去 你為什麼要拍照去威脅他 為什麼要用強呢 就慢慢來追求女生 對不對 好啦 但是因為這些傻子 吃得和蜜多 就越玩 心越大 結果 群組裏面 你還要有一個公眾場合 真的是公眾人物 咦這傻子 如果不做KOL 可能這件事就過去了 這傻子就過去了 下面可能留言說說說說 然後有私訊 我又試過這樣 大家說說真的是KOL 於是乎米東張西網求數 當然你沒有做過就不用怕 全部都做過 被告 謝文鴻 報稱地盤工人 被控在2017年3月 在上水私人屋苑單位裏面 用威嚇手段 促使類似A 作非法的性行為 令兩項強姦聚就說他在大圍大埔公路 匯喬738號大埔公路 非強姦女子B 以及2023年6月19日在匯喬單位裏面強姦女子D 他應該有些貨號 雖然大埔公路大圍上面那些 有些格洩 但也是 好東西來的 他亦都在2023年2月12日在匯喬單位裏面 這就沒有強姦的 歐記 章庭峰警司就說近日在社交媒體 留意到相關的報導 高度重視案件 跟著就立即 去接觸受害人 和接獲報警 東商西網 或者警方叫他你報警 你不報警就沒有事做 隨即鎖定犯案人身份 在幾個小時後就在洛馬州管制站 接獲這傢伙說這傢伙想作草 他是回來還是去 走 然後就去馬州管制站接獲這傢伙 說可能見到醫生 聞到就沒有不對勁 回大陸 為什麼那些人那麼傻子 你們真是沒有看 沒有看那套薯大昭峰 你就是不回大陸 警方說至今 接獲6名 年齡介乎18歲至25歲的 是本地女子報案 報案人 分別在他們17至24歲的時候 案發 之前有報導有些13歲 但那些可能沒有報案 沒有報案 被捕男子29歲涉嫌在17至24年期間 在自治住所和租住的單位 迫使本地女子和她進行性行為和猥蝕行為 當中還偷拍和強迫拍攝 行動中警方把她的電腦和電話 另外也都拘捕了 她59歲的老母涉嫌盜竊 其實 她老母 盜竊的東西 高賣超市那些就不會那麼快抓到的 是不是因為她老母想拿走一些東西 電話、電腦 暫時就涉嫌用這條罪 遲點不知道 其實 如果真的有做到這些東西 我經常覺得 不會有那麼多人去侮裂你的 做媽媽的 是不是這樣要保護兒子呢 不是就說要寶貝 老實說 29歲她還可以有彎轉的 現在是六個報警 是的 還可以有彎轉的 你真的要被她受教訓的 但另一方面又說 其實 就是 我有在這裡跟大家說 下個月我一段時間 就會不在香港 都長的 可能我不知道兩個多星期 這樣 我也會細心思考 對於前路 當然我作為一個流廣 你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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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回來了 你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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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是我的卓 我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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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下保隆堂哥 我要劉廣消費 有罰罰 像我用護照都可以 像張宇洋所說的 我是劉廣 劉廣L 我去支持 今晚我打算去吃煮粥 去支持 因為我老婆見到我 為甚麼想你 大眼仔 這樣想我不下你 我又認得我 當然認得你 我留些預教給你 你說成這樣 我真的不能不下去 但有時候我真的受不了 為甚麼呢 他們收我六七瓶的東西我真的沒有介意 但那個豉油黃炒麵收了三十多元 我真的不想怎樣 那個豉油黃炒麵的水準就等於我們以前在大環山 或者九龍仔公園門口那些 人家還好吃很多 豉油黃炒麵我真的好想 人家擦得很難吃 但又不吃豉油黃炒麵 擦得好吃也不容易 我覺得不是很難的 很難的嗎 你覺得很難的嗎 很難的嗎 你覺得很難的嗎 可以差很遠 可以差很遠 是不是一定要加些豉油呢 我覺得不一定 我們以前吃的時候黃炒麵也不見得是用豉油的 你是不是混蛋 好了 這件事 我要思考一下 甚麼呢 就是 是不是真的要認認真真地 好像那個我不要向名 真的在YouTube賣廣告教別人做生意 跟別人培訓那個 姓車那個 還是姓居那個 這樣反而賺錢容易 喂 好像當日那個那個 教人追求女 鬼王 鬼王 喂 唉 我要這樣說 有些人 兩者 就把追求女的事情 簡單化了 例如帥仔就可以了 帥仔就固然是 帥仔就不用怎麼追求女 但是 問題是 不帥仔追求女才叫做追求女 你 正如你所說 喂 你帥仔 劉華為什麼要追求女 都難說的 劉華 年輕的時候 他不是帥到那種 你要哪些呢 什麼張國榮 車銀丘 陳冠希那種 就真是好 什麼 你有錢 好像那個什麼 打拳那個男人叫什麼 鍾培生 鍾培生 你不要理他 大把女廁 我相信 雖然他不知道為什麼會喜歡他老老爺 或者搞一堆 誰老老爺 什麼 好想大波 宜友文那個 講者 我不知道是不是 喂 喂 你有錢 年少多金 或者英俊雞 方便很多 你說你口涉便給是不是容易一些 也是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特質 如果我要開一個課程 要細心思考 首先把我真心相信的課程 其實來來幾套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看你的人 當然我會跟阿正一起做 如果要做這件事 看你的人 是要把你的優點 我們用匪圓網 擴大化 把你的缺點 隱藏化 然後用誠意去溝通 老實說 你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真的要為自己設定目的 我的目的 我要跟他長相私手 這個真的是比較難的 連我也不敢說一定保證 因為為什麼呢 相處真的不是容易的事 除了無限的熱情之外 還有很多事情要堅固 但如果那些人說 我希望可以一親香窄 叫你老母是 就等於 我要吃一粒 哇 沒有了 就來風梨糖 各位看我這個風梨糖就是沒有了 看看誰走開跟我買兩宗上來 就等於我吃一粒風梨糖 然後喝一口奶茶 凍奶茶和韭甜 什麼樣子那麼容易 你撿一擠嘛 一會香窄就是吧 叫你老母真的不可能 不想得咯 各位 你要把握什麼呢 除了你說 過去了的時間 沒有過去的 溝通康 你要出席 校友的聚會 你可以跟學家女娶媳婦 年紀大約 一樣可以 那時候浸食 那咯到常心願的嘛 喂 舊同事聚會 一樣又可以 根本 真是 真是很容易 你有時候想到對方 人家現在幸福家庭 無謂搞人 其實是你自己 你老母是 退避的 當然我都認為無謂搞的 大家幸福家庭 把感情 埋藏深深處就最好 但如果要搞的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 正所謂 都是那句 其實女人 多數 我們有句俗語這樣說的 如果不行 就是怕你的嘴巴不夠密 口不穩 怕你 如果肯定你不會到處說 其實他比你嘗到心願的機會 是達到百分之七八十的 那你七八十是否贏夠了 是吧 要不要去找鬼王 要不要裝身 裝身嬰兒 你猜 就算要裝身 我叫十三位同學裝身 不用三兩千元 整個都不得同債 是吧 我真的想想想想 我要regoot些人 就是我們做真人秀 那樣 怎樣和你去改造外形 剪髮 做facial 其實嬰兒子就真的不用 乾乾淨淨很重要的 不要那麼吵架 剪下手 不要那麼吵架 就說 捆在那邊 那些嬰兒子 那些嬰兒子 都爛了 下面都是黃色 一底的 那些 然後你又不洗澡 你可以一塊塊這樣 是啊 就算你洗澡也好 一陣味 有時候有看臭 都要怎樣去遮 又或者 那些西褲穿得起了鏡 那當然不行 那就不行了 可以我們向這個方向進行 今天下午5點多 就是講昨天 警方接獲沙咀島 沙咀島 荃灣 2807號唐樓一間 時鐘酒店的職員報案 說一名男住客在房間裡 暈倒了 救援員到場 將這個事主送去人際醫院 當時他陷入昏迷 送抵醫院 搶救後證實不止 消息說 這個男士主 73歲 這不算很大年紀 姓許的 生前 是的哥 做的士司機 有患病紀錄 我想都是高血壓 心臟病等 這些事情 雲島前 曾經和 這個就是重點 前欣勇 在訪內約會 警方現在調查事件 這個前僱主也好 前欣勇 兩件事 兩件事 第一 他沒有描述 我們直接想 前欣勇 那就是他是前僱主 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推測 也可以說 這個印尼女子 之前是做印傭 現在不是做印傭 那怎麼會 都是前印傭 印尼女子就可以 但是 未必是跟她打工的 但anyway 她之前是做過印傭 是不是有沒有跟她打工 得成沽 我真的不想說 各位朋友 這些我應該是在收費節目中說的 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城市 壓力很大 那些男人 即是十個男人 九個好色 他們呢 有很多 不是性幻想 有很多 性活動 即是性活動 我的英文是不是很厲害 嗯 OK 好了 性活動有很多種 第一很簡單 就是追求女兒 很簡單 追求女兒 One night stand 或者現在簡單 玩些什麼Hey Mandy 那些這樣 約一條女兒出來 幫忙 有些女兒 反正是約人出來幫忙 就會順便做兼職 這是其一 其二 就是追求女兒 就是追求女兒 可以是同事同學 這樣 甚至乎 你的女兒 那些朋友 老婆的朋友 都可以 一些天人算 那麼麻煩 去叫雞 召妓 可以在本地召妓 很多私鬥 就是私鬥裡面 私鬥也分幾個 夜總會式的私鬥 很多工廠大廈 跑馬地的地方 樓上有些私鬥 都不會消費便宜 即是卡拉OK 這樣 有些是馬腩式的私鬥 怎樣是馬腩式的私鬥 像是一間住宅 有兩間房間 裡面有兩條女兒 肥暗 進去 這麼狠狠 又有的 這叫私鬥 工廠大廈 很多不同的 翻大陸 當然 去日本 泰國 澳門 總共和賀浮 吊雞 很簡單 接著 有些人 自從這個forum 的興起之後 其實有很多變態的 或者 說不出的正幻想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的 category 在香港 就是 大家可能 你來就是一個廟 但其實有很多 我跟大家說 就是talking about 這個 家勇姐姐 是很大 是你猜不到 這麼大的範圍 所以你看到 那些媽媽 群了媽媽 經常在那裡盯著 不是沒有道理的 很大 為什麼 明明不可以 都不一定漂亮 第一 其實有些是漂亮的 第二 媽媽又選過了 或者漂亮的 都不用做容忍 所以 基本上 一般來說 都不漂亮 但是正如我 啤梨 的 啤梨 theory 我要整理一個 theory 其實男人真的有這樣的 在你公司的下屬 老闆你不夠膽 對嗎 你的家 在你的範圍出現 真的是動物性本文 你便會覺得 那件事是屬於你的 很合 是嗎 這個是想法心理學 終點心心 你不會這麼想 終點心心 未必會 終點心心 為什麼呢 他不是經常在你那裡 例如 那些老闆很容易喜歡秘書 公司的女同事 不是漂亮的 都是這個道理 你會覺得那件事是屬於自己的 星期日見到 Mary 其實Mary扮得這麼漂亮 只不過是跟姐妹去跳舞 你有沒有吃炸雞 Fried chicken Fried chicken 但是你呢 咦 你有沒有這樣 誰知道 Mary 六點多就回來 How come so early you come back 哎呀 very tired 那你便覺得 咦 very tired 你很累 是不是他想知道 然後你便想想 咦 昨天是 是啊 我和老婆 和我兒子說 老婆和我兒子說 今晚去看電影 剩下我的角色 是不是專心回來 你自己想多了 專心回來和我 曉你老母 兩人相處 想多了 跟著 她說 阿老母 阿Sir OK I go shower OK啦 You go 哇 她在那個浴室 是不是用一個浴室 通常你自己有浴室 當然 OK 這樣也不會過 自己有 如果住在浴室 那你未必有 OK 她和浴室走過廳 進去自己的房間 或是拉去條簾進去的房間 其實只需要四步 你拿著這張報紙 今時今還要盡看報紙 自己的手機 是 一進去 一推開 拉開那個膠閘 烤閘 廁 廁所 你馬上裝了東西 看著她 看著她 我拿 其實這張不我拿 可能一百三十幾磅 五尺二 但你會想多了 這個不是AV情節 是很想多 大家上網 你女人就覺得不是 你自己上網 你只看那些群組 每個人討論 是很想多 喜歡奔妹 太妹 人妹 不是普通奔妹 不是普通泰妹 印尼妹 就是要容忍 好想多 慢慢慢慢 他們就會找到 大家來聊聊聊 就互相勉勵了 你明白嗎 好像互相勉勵 那樣 就說 喂 怎樣追 怎樣追 不知自己想多 那些真是追到 簡單而言 至於好像這些 對 例如說這些 喂 她賺三四千元個月 香港消費這麼高 你要借錢來 接著 有時候 譬如印尼女生 雖然她有宗教重養 她 大家都有心 就是想找我陪下 I feel very lonely 都想找我陪下她 聊聊天 和她吃炸雞 那你就陪下她 當然 在這個系列裏面 你最難突破的東西 其實就是和她 譬如說 有人在街上 咦 林康正 剛剛上去 喂 不肯叫 為什麼呢 如果她和我一起 如果你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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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老母 Filippino 我們不是有 得省 不是有歧視 看清楚 如果你看清楚 你老母 Indo girl 即是印尼 你真是會有歧視 這些事情真的不簡單 吃人來撈麵 吃人來撈麵 好像這些老爺 你明白不明白 據說 據說 我真的未試過 不知 據說 他們那邊的女生 下面是熱一點的 為什麼 我在馬拉里聽人說 她吃得多炸雞 不想知道 他們說下面很熱的 熱的 人家 臭一點 那是未必臭的 別人這樣說 說熱一點 那些人 那些馬拉里也想試一下 很奇怪 另外香港歌迷 在日本 被別人 有些手腳動 我就不說這些新聞 去到任何地方 其實都會有這些情形 話說不說 都要說一下 有個叫 Waymon Waymon 我也不知道怎麼讀 Waymon的歌迷 是日本女團 高嶺 虎子的歌迷 星期日 在豐州 PIT 準備入場 欣賞這個表演的時候 他拿到頭位入場 誰知道 在高嶺虎子表演 之後 有另一位叫Foochipa 的表演團體 與Foochipa 無關Foochipa的事 那些粉絲不斷逼他 於是 撞到眼角 撞到眼角之後 受傷 他跟當地的主辦機構 說 我做不到什麼 他說 要是這樣 我們退錢給你 你不要去看 反而撞到那個人 進去看 以後 他覺得管理上很差 其實這件事 你問我是主辦單位 真的很難搞 你的歌迷 自己這樣 我可以怎樣 你認為 你說受傷 我最多賠錢給你 他真的能夠做到這樣 你又抓不到他 是否有意 就是特地撞到你 是吧 但是出到去 老實說 日本我們一向 認為他這麼高級 一樣有這樣的事情 當然有 到處都有 Dance 休息一會兒 休息一會兒 我們真的要說一下昨天萬年 立即激動到我死了 休息一會兒 是 感谢观看